印度国民先去报12月10日文章 原题我们为何还是这么穷 南亚经济模式出了什么问题 上周我写了一篇关于南亚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 仍然贫穷的文章 现在的任务是弄清楚我们做错了什么 以及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可否认的不同之处 南亚尝试过通过中央计划 许可证制度自由化来管理经济 取得过一些成功 并创建了一些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 不能说我们没有或没有试图拥有硬实力 我们还发展了核武器 在军事上投入大量资金 巴基斯坦将其政府总支出的17%用于军队 印度和孟加拉国各为9% 我们加入过西方联盟 保持过不结盟 也尝试过介于两者之间游走 但最终的结果就是 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数字 世界人均GDP为1.2万美元左右 中国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孟加拉国 印度和巴基斯坦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1960年 我们与全球人均GDP差距也很大 当时全球459美元 印度82美元 请注意 这是人均收入 而在全球77亿人口中 南亚占了整整23% 这意味着60年来 我们一直在拖累世界经济和生产力 而且拖累的程度大致相同 我们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是什么呢 中国银行表示 孟加拉国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区域内贸易 仅占南亚贸易总额的5% 而东南亚的这一数字是我们的5倍 这是为什么 问题是人为造成的 世界银行说 边境紧张 意味着印度一家公司与巴西开展贸易 要比与南亚邻国开展贸易便宜约20% 因为整个地区存在广泛的信任赤字 世界银行还指出 就贸易和人员往来而言 南亚是世界上贸易和人员往来 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只有抛开传统顾虑 采取联合行动 才能为共同问题制定跨境解决方案 改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 推进贸易政策 为什么要让外人来告诉我们 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呢 世界银行还补充说 区域合作有可能为南亚所有国家 带来巨大收益 因为目前的区域内贸易 仅仅为其潜力的三分之一 估计每年的缺口为440亿美元 只有当我们比过去抱有更少的敌意 更开放地对待彼此时 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鲁切尔·夏尔玛在成功国家的 《试条规则》中提到 南亚仍然巴黎高筑 孤立无法无天 以及地区战争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痛苦 使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和斯里兰卡很难开放边境 我们这些争吵不休的邻居 有可能向彼此唱开心扉吗 如果可以 那么在面临种种困难 和根深蒂固的历史阻力的情况下 以何种现实方式 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这又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 第二个25年之际 让我们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无论这种努力 多么微不足道 我们下期见了